外媒称,伊朗外交部17日称,伊朗已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重新施加制裁的行为。 据法新社7月17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辛米在外交部网站表示,这个申诉是在前一天提出的。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发推文说,申诉的目标是,让美国为其非法重启大边制裁负责。 他还说,尽管美国无视外交和法律义务,但伊朗仍致力于维护法治,必须反制美国违反国际法律的习惯。 报道称,这个申诉是回应华盛顿在今年5月,决定退出2015年科协议,并重启对一制裁的举动。 报道还称,华盛顿将在今年8月和11月份两个阶段,重新实施和问题相关的制裁,寻求阻止欧洲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与伊朗进行业务往来,并阻断伊朗石油出口。 另据法新社7月1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自从他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就陷入席卷成国的动荡中,他还表示华盛顿支持抗议者。 报道称,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与普京举行分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仍然支持伊赫协议,因为俄罗斯与德黑兰政权有经贸往来,因此该协议对莫斯科有利。 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说,这对我们或者全世界都没有好处,但是他们的所有城市都发生了动乱,通货膨胀正在飙涨,高入云霄。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但那个政权不会让民众知道,我们完全支持他们。 他还说,他们在全国的地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可能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自从我终止那个协议后,伊朗爆发了冲突,我们走着瞧。 报道称,面对美国的举动,伊朗一直表现强硬,表示美国的做法,让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此外,据美联社7月17日报道,据美国高层官员称,在今年晚些时候,华盛顿重启队的黑兰的制裁后, 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和企业可以通过大幅减量来规避惩罚措施。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向记者表示, 如果人们无法立即做到,我们会考虑豁免。 蓬佩奥坚称,这种可能的毁旋余地并不会动摇,美国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决心。 蓬佩奥说,无庸置疑,我们决心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实施这些制裁。 报道称,美国因计划针对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的企业,实施所谓的第二级制裁, 一直都面临着来自主要欧洲盟友的巨大阻力。 资料5月11日,在伊朗首都的黑兰,民众抗议美国退出议和协议,新华社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